就是質疑問答了 那麼你們今天下午這樣子安排很好啊 因為這種時間很重要 你直接跟老師請問嗎 尤其是那個串天一吾那個鄭志堅 就請我們吃飯那個鄭志堅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直不安心 他聽了 他聽了很多年都一直覺得 怕流於形勢、流於概念 其實他今天講這一句話 他最後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他說原來他有這些 就是因為他沒有真正的相信阿彌陀佛 他自己有這種感受出來 對 可以跟他說的 事實也是弱勢 因為你說他有什麼不安心什麼 流於形勢什麼 其實他都是藉口 都自己沒有相信阿彌陀佛 對 可以這樣說 對阿彌陀佛 對阿彌陀佛我媽媽這個事情沒有落實 對 他沒有真正相信 阿彌陀佛他沒有說出來 你要說他也否認 他覺得自己有相信阿彌陀佛 可是你今天讓他自己 因為他也 他也蠻深入的 因為他能夠 就是聽那個王師傑在講的時候 他能夠啟動他這一念有沒有 可見他這個也是很深入 才可以有這樣子 我們都一起談話很久了 那這個事情他是蠻 蠻用心的 可是這個疑心都一直 都一直在 這個疑心都一直在 那這個擔心也一直都 都破不了 其實師兄你 你講法說你可以 這個香港這個禁決 這個禁決 他的例子給大家聽 啊禁決是什麼 他 他跟世界不一樣 他都以為他相信阿彌陀佛 他都以為他 就是已經 可是阿彌陀佛深信不疑了 可是他爸爸 他爸爸一百歲嘛 去年往生嘛 他爸爸那個 要臨終前的一個月嘛 他說一個月前 他開始發願要 送一百部的三貨金 給那個什麼 給他的爸爸嘛 然後 可是他 他發現 他既然一邊送 一邊其中的念頭 這樣送有效嗎 阿彌陀佛真的會來救我老爸嗎 他其中的念頭啊 這個就是起疑啊 可是這以前他沒有 以前他連想都沒有想過 他以為他自己是ok的 對 他都相信阿彌陀佛的 可是他發覺 他原來他對 他一點也不相信阿彌陀佛 他一點也不相信阿彌陀佛 這個是他自己 那個 他自己講的 其實我們 其實那個就是我們 可是我們都以為 我們相信阿彌陀佛 可是實際上 我們都在懷疑阿彌陀佛 欸彌陀佛真的沒辦法相信阿彌陀佛 對啊 可是很少人會這麼說自己 很多人幾乎百萬之九十的人 都說自己相信阿彌陀佛 我信了 我知道 可是你真正老實的人 你就會發現 原來自己一定也不相信阿彌陀佛 如果真正遇到阿彌陀佛 變成就是說 你不得不相信阿彌陀佛 不是你願不願相信阿彌陀佛 不是你願不願相信阿彌陀佛 對阿彌陀佛 那你不得不相信阿彌陀佛 對阿彌陀佛 你可以再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 日本有一個地方 專門受養麻風病人的地方 那個是一個離島 那麼瑞鑫老師 他那個年輕的時候 他會去那個地方 去講法給那些 因為你進去都出不來了 因為他會慢慢耳朵掉 鼻子掉 還會慢慢腐難 這種病 那麼他有一次瑞鑫老師去講法 講完了 有一個病人 他來找 就是說到這個講師 休息的地方來見那個瑞鑫老師 他在跟瑞鑫老師告白 他說 我是一個和尚 我是一個和尚 就是說 那 他說他覺得很慚愧阿 他說 他說今天阿 今天聽了那個瑞鑫老師的一席法 就一席那個話 他說 他說 他才發現到說 他說他當和尚 他說他送這個阿彌陀筋 那個和尚 不像這個數萬部 因為阿彌陀筋 就是說 他每天送的啦 可是他發現 他從來沒有吃經過 那么当他到医院去,被医生说,你得麻风病了 被医生说,你得麻风病的时候,他非常吃惊 有点准备,有点准备,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你得麻烦了